罗锋时隔千年再见诺兰山是什么反应 没想到四千年没见 诺兰山竟然达到了戒主三阶 不过他的为人还是老样子 书接上回 罗锋离开小队之后便选择了独自战斗 虚拟宇宙公司在罗锋选择独自战斗之后 也给了一个星空图 罗锋观察了一会 发现这岁星代根本不适合自己 因为不朽神灵太少了 随即罗锋就把目标放在了一个名叫燕祭大陆的坐标 这里有着各种不朽实力都挺强 如果没有不死之身 那么生存概率在燕祭大陆会很低 罗锋按道 我先不去危险之地 等实力大涨之后再去危险之地也不迟 转眼间罗锋便来到了燕祭大陆的09号陆地上空 在这飞行了大半个月后 巴巴塔阴险一笑 当即喊来罗锋 罗锋非常疑惑地问道 巴巴塔 你把飞船停下干什么 我们可是计划进入主大陆的 怎么在这09号陆地上空就停下 巴巴塔怪笑道 你快看屏幕 罗锋一看简直笑攀了 诺兰山的照片 你真发现诺兰山啊 巴巴塔得意地点了点头 飞船在09号陆地上空飞行 探测仪器一直开启 虽然看到极少数人类队伍 却也没什么特殊 就在刚才突然探测发现到诺兰山 我当然是立即确认讯号 立即停下飞船 当年这诺兰山为了夺得地球上的宝藏 可是用了很多手段 你和你家人可都差点栽在他手上 现在能碰到他 按照地球上的话说是老天要你找他报仇啊 罗锋冷声道 肯定 竟然能碰到诺兰山这还真是缘分 四千多年没见了 不知道你有多强 罗锋赶忙让巴巴塔打开投影 看看现场发生了什么 只见在人类的近200名戒主中正有着一道身影 此人正是诺兰山 实力为戒主三阶 罗锋说道 这诺兰山进步倒是快 四千多年时间竟然跨入戒主三阶 生死磨练的效果还真不错 随即一道呼救讯息由军队系统 透过虚拟宇宙网络直接下达给罗锋 求救的正是诺兰山那批队伍为首的人类不朽神力 因为一族不朽太强 他们没有反杀之力 罗锋得之后当即同意帮助 随即罗锋又冷声道 那诺兰山真是狡猾 戒主三阶的他 自然不是那些戒主巅峰的妖族对手 竟然让其他戒主帮他撑着 看起来人员倒是不错 此刻罗锋赶忙拿出洛夫六盘和兽神兵去下方支援 而战场中的诺兰山焦急道 二哥 快扛不住了 要溃散了准备逃吧 那位傻乎乎的二哥却说道 老五 你赶紧走 你才戒主三阶 遇到这些戒主巅峰必死 很多宇宙集和御主开始溃散了 你赶紧逃 我们必须给你们争取时间 在疯狂厮杀中 诺兰山表面上痛苦心中却是默默的 这已经是我在域外战场上第六十三次逃亡了 果然生死战斗中容易结交生死兄弟 没这些生死兄弟 我也活不到今日 可惜一千多年的情感投入可能就这么浪费掉了 就在诺兰山准备逃窜时 天空中忽然一道可怕的气息降临 回首的一名不朽看到罗锋时大喊道 有救了 能拥有洛夫六盘 已经证明了身份实力 但有一位名叫舒凡的不朽却高喊道 完人了 怎么可能是戒主 本以为救星到来 没想到却来个戒主 罗锋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看向了一族的时空眼兽 罗锋瞬间操控手中的那金色盾牌 顿时这厚重的金色盾牌上 顿时飞出一片片菱形金属片 每一金属片上都有着复杂的密纹 瞬间窜联无数金色丝线 直接沟通宇宙本源 几乎瞬间一道模模糊糊的庞大 兽神幻影出现在半空中 此时不管是人类还是一族全都震惊了 兽神幻影出现后 单单那股威压就已经令戒主们无法反抗 这正是兽神兵的第一是兽神降临 随即罗锋施展出兽神降临之四天一招 这一招直接抓猎了那头时空眼兽怒吼咬来的 其中一个头颅 并且撕裂头颅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绽开 紧接着又直接一把就撕裂开时空眼兽的整个躯干 身体被撕裂的时空眼兽另外一个头颅发出怒吼 同时无数碎裂身体化为不朽神力依旧要凝聚为一体 而罗锋那兽神幻影再度又是无比霸道的一招 又施展出不朽石心草 同时无数的黄金色草叶迅速布满周围数万公里区域 跟着就将那身体碎裂重伤的 欲要再度重组逃跑的时空眼兽给包裹 无数的黄金色草叶疯狂抢夺着吞噬 一眨眼 那时空眼兽便已经扎都不剩 已然陨落 罗锋暗道 死在我蕴含最强兽神异境的一招下 你也该自豪了 要知道罗锋炼成第一层灵甲偏使 研究后也就学会了第一世兽神降临 须知罗锋在混沌城中九百年时 那兽神异境就大概是通天桥十六层的层次 而后又钻研了三百年 兽神异境更是达到第十七层境界 而兽神兵更是宇宙尊者们常用的制式兵器 有兽神兵辅助 威力自然飙升 罗宗施展兽神降临之思天一招更是轻松无比 感觉比金角巨兽来施展更加顺畅 威力也极大 已然是近乎封王的境界 看到人类出现了一位强者 那一族们全都慌忙逃窜了